在今天的大台北爬爬购单元当中 又带你来看一家素食料理店 追求健康暖胃温补 利用中药香草熬汤 推出卤味面纤糊等滋味独特的料理 深获顾客喜爱 近年来也推出微创加盟 希望能帮助想创业的民众 也共同推广吃素环保的理念 利用十几种中药材 加上无污染的水池 每天现熬中药汤头 这就是卤味和面线糊的主要原料 不少顾客离开基隆后 还是很想念这种味道 每次回基隆一定来品尝 我喜欢吃它们是因为 姜姐这个料理已经十几年了 然后我是从基隆家到屏东 然后每次回来一定会来吃料理 所以就是来这边解解馋 因为非常好吃 因为它的面线跟独特的料理 真的是跟一般传统的面线不一样 我是住基隆 然后驾到高雄 我回来基隆一定要来吃卤肉饭 这卤肉饭的滋味就像 好像里面有肉 它确实是没有肉的 很好吃 吃了还想再吃一碗 就是它自己汤头 汤头都是用中药去搭配合成 然后就是味道很好吃这样 外面卖素食的卤味 其实没有说很多 而且它的那个卤味里面会有一个天然的中药 就很香 所以就很喜欢来这边吃 蔬菜饭 蔬菜这个菜很好吃的 我都想吃的 每天都吃 我住在北投如果我回来基隆 我一定要过来吃 非常好吃 姜姐的料理真的很赞 虽然用中药熬汤头 却尝不到任何中药味道 秘密武器就是利用肉桂及豆蔻的香料 夜主的儿子李建民中医师 调配了好一段时间 终于配出属于自家 又很温补健康的味道 因为我们家原本是在做中药店 然后我妈妈是在做素食料理 然后因为要推广素食 然后跟中药结合 因为像很多人吃素的人 喜欢吃一些比较特别的口味 因为尤其我们的主打有一个面线糊 一般吃荤的人吃面线糊有加那个蒜头 大家很喜欢吃 可是吃完口中会有一种异味 大家很不方便 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味道是好的 但是我们用中药的香料去加入之后 它有那种香气 没有那种特别的异味 而且很多吃全素的人都可以吃 那对身体也有帮助 可以去含暖味 另外我们又研发了汉方的卤味 用汉方的汤头下去卤 卤东西给大家吃 那我爸爸一开始听到他很惊讶 说这个是汤条 这个药膳很珍贵 为什么要拿去卤 但是我们妈妈就决意就是直接这样做 那还好我们家自己开中药店 成本比较可 考量就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样子 所以就真的用药膳去卤 那个我们的卤味给大家吃这样子 大家吃的接受度也还蛮不错 那对大家身体的那种 可以去含暖味的这个部分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水 所有的水都不是用自来水 我们都是用中医的那种磁化水 那这些水是完全就是可以直接生饮 而且最近才荣获NSF认证的第一级生饮水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最高等级的生饮水 给大家来享用 为了让吃素的民众有多种选择 而且又能吃饱 业者推出大碗工系列 像是泡饭煮面 只要30到50元就这么一大碗 而且可以续汤让顾客超推荐 如果以女生来讲这种分量是非常足够的 而且它很有饱足感 所以我也常点这个来吃 对 然后对对对 它30块来讲真的 对现在经济这么简举的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 红油炒手也是很受欢迎 业者自炒辣椒酱搭配外Q内软的香菇角令人难忘 这个红油炒手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口感很滑嫩而且很Q 不像一般的水饺皮这样子 暖软的它是很Q的 而且对辣辣的 然后辣的进味很十足 感觉后劲很强 但是不会觉得很辣 感觉很好吃 投入素食料理约20年 原本都是用炒的方式来料理 后来想要让吃素的民众不要看起来都很寒 因此跟开中药店的老公讨论 在不考虑成本下 创造属于自家味道又很温不的汤头 让大家吃素的人吃到健康气那个胃寒 然后我老公说啊中药 这样成本很高呢 我说我们打着一个理念就是在推广 让大家吃素的人都越吃越健康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吃菜吃到这样身体不好 所以没人家吃菜 所以我老公就听到我这句话 就觉得说好 那我们来试看看 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一直研究啊 煮了很多很多次的来试 吃到后来觉得这个汤头很棒 而且对胃寒的这一部分啊 尤其是女生啊都会比较公认 比较喊 所以我老公听我这样子讲以后啊 他就觉得说一来就来 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来做一个连锁店 让台湾每个地方都有我们的料理这样子 独特的滋味加上支持者的鼓励和宣传 如今面线糊和乳味的滋味已经远播到台中 全省有11家连锁店 一直希望能帮助想创业的民众 也共同推广吃素环保的健康理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